那還有他的對手,Ron DeSantis 很明顯就是在共和黨內2024跟川普有一拼的人 這兩個人都有非常多的個人優勢 川普的名聲很大,他講話超好笑的 而且他是個大明星,而且已經當過了四年總統 而且治理方式是非常保守派的 Ron DeSantis也有很多個人優勢 他很年輕,他把佛州管理得很好 他思緒很清晰,而且講話沒有像川普那樣這麼沒禮貌 而且他有明確的競選方針跟敵人 或是其他其他人的武器 而是當時我們申請這個法案 而進行,我們將會禁止 東西像建築社會 建築社會 在我們的學校 和學校 我們曾經有問題 在這裡,在 Miami-Dade County 我們還會簽罵 《Combating Corporate Espionage in Florida Act》 它作為新的刺激的毒涉及貿易障礙 雖然這的確不是一個他的競選廣告 我們確實 對我們要把這些外國的影響踢開華盛頓 特別是來自中國共產黨這些東西 有一個東西是Ron DeSantis在打的 同時也是川普之前打很兇的 而且光這個議題就已經讓他們徹底的在共和黨內脫穎而出了 就是我们要使用我们国家的力量 我们州的力量来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暴君 不是要做一个独裁者 我们用国家的力量 不是要来打击国内的政敌 而是当我们保守派拿到选票 获得权利了之后 我们要正义的使用权利 他们要用人民赋予的权利来行义 来让人民的生活变更好 共和党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这么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左派的影响 他们不断的接受左派的议程 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 就像小布希当时选举的时候 当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 不一样的保守派 比较好的保守派 比较nice nicer republican 结果他做的事情 就是一堆左派想要做的事情 什么爱国者法案 就是一个监视着每一个美国人的法案 还有例如说 保守派的人会说 如果我们管Google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跟左派一样了 我们要保护言论自由啊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要阻止这个变装皇后 这些变态在公立学校 还有公立图书馆里面洗脑小孩的话 我们就是侵犯他们的言论自由了啊 我们如果使用政府的力量的话 那我们就变得跟左派一样了嘛 对不对 就像很多共和党的选民 对共和党失去信心 我们投票给共和党 结果他们什么都不做 投给民主党的话他们会做很多我们不想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投给什么都不做的共和党 民主党还是会做很多我们彻底反对的事情 那我们干嘛要出来投票投给共和党 然后川普还有Desantis做的事情 其实不只他们两个 在参议院的Ted Cruz还有Josh Hawley 也是在做一些该做的事 他们在兴起一个运动 就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不要让男生进去女生厕所跟更衣室 我们可以不要让变性人参与女生的这个运动赛事 我们可以停止公立学校图书馆的这些变态的变装皇后故事时间 我们可以不要再依赖中国 或许我们的GDP会受点伤害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踢出我们的学校 我们可以说不要 我们的国家是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 美国可以很强大而且很正直 我们要选川普还是Ron DeSantis 这个问题我跟Felicia之后会有一个 一集星期五的特辑讨论 不要先说清楚这个问题是你要自己决定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好版本的自己 而且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 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这个样子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那天我们访问Mike Cargill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他说 听完他的说法 我真的觉得软弱的保守派其实跟左派没什么差别 软弱的保守派就是把羊放在那个地方 让左派把那些羊群慢慢变得不男不女 然后把小羊变性 然后最后羊群或许变大了 但是却失去了羊的本性 左派更是不一样 他们认为羊是该被消灭的族群 所以他们想要建立一座墙 然后把羊全部关在里面 限制他们的数量 让他们在那边自生自灭 一个是自取灭亡 另外一个是代宰羔羊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天性 我们只有自己强壮起来 捍卫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被那些人欺骗 虽然节目开头的时候我开玩笑的说 我完全支持沙乌地阿拉伯那道墙 因为可以一瞬间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只有我们现在的问题 住在墙里面的左派也开心 住在墙外面的普通人也可以正常生活 但是这并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 圣经知道改变人心是最困难的 圣经知道政策不能改变人心 而且圣经很清楚的说明 我们的敌人是人心中的撒旦 不是人类的生命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 怎么去自己读圣经 认识自己真正的牧养人 然后让我们身边的人也发现 我们生命的改变 而学会自己吃草 还有顺服耶稣的话 这个样子我们羊群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不然带领我们的 不管是川普还是Ron Decentes 都没有用 我们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 都会被邪恶吞噬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